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·耶伦周四试图向亚洲国家保证 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不会导致全球经济出现灾难性分裂 从而迫使他们选边站队 耶伦在旧金山举行亚太经济合作峰会之前发表演讲 称美国和中国经济完全脱钩根本不切实际 特别是考虑到亚洲供应链的复杂性 以及该地区与中国深厚的经济联系 随着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出口和国家安全技术控制加强 他的言论试图缓解人们对全球经济地缘政治 分裂为美国主导和中国主导而日益增长的担忧 他重申 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他说 我们知道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我们需要为美国人和世界各地的人民 包括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人们做好这种关系 这首先要从严肃清醒的经济关系开始 耶伦表示 美国正在通过投资国内制造业 以及加强于包括印太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地盟友和伙伴的联系 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去风险化和多元化 演员主动工�balls countless元山坚 表面具体会 Dal�est the first place 准备经济分装 费 使用 无纏 发电话